一大早公所排列人潮排的滿滿滿 現在全台不少地方都像這樣 民眾想要申請出困金 不過在宜蘭卻有大地主 開著百萬名車也要來申請 有將近上億的家產 他也可以申請 那這樣不行啦 那就太誇張 當然太誇張了 我是覺得說要限制一下 你說開雙米的過來申請 這個就沒差意 誇張的情形連承判人員都傻眼 宜蘭縣府調查後發現 證明陳吉娥擁有上億的房地產 只是表面上存責存款少符合資格 而縣服人員也坦承 如果真的合法下去 自己的良心也無法接受 一查他的資料 他的那個不動產就已經有兩億 那這樣的話如果讓他通過 同仁是講說過意服氣 類似同行情形 還有這開著黑色百萬進口車 75歲老翁入口一個大回轉 也是要來平工施工所申請出困金 事實上手上戴著一個 嗯... 妥具價值的戒指 那身上事實上他的穿著就像一個老闆這樣 有錢人以來申請紓困 讓不少人看不下去 而在花蓮市 市長則親自把民眾申請的文件 快遞寄出到衛服部 希望讓真正有困難的民眾 可以盡快拿到紓困金 只是這一樣紓困兩樣情 也讓不少人感嘆 真的是一樣米 仰白樣人 記者 林醫生 宜蘭報導 那你不可能看不出 我只能看不出 那你不可能看不出